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请坐 是 失礼了 卢迪一言坐在沙发上 外婆按照礼仪慰问了她 本来以为会需要几年的时间 能这么快赶到 非常感谢她能如此迅速做出反应 并安排女仆上查 妈 卢迪假如不用转移魔法阵的话 肯定没那么快 不过在米里斯国这是禁忌 还是先隐藏比较好 同时卢迪招呼艾莎坐下 外婆因为艾莎穿着女仆装 表明她是以女仆的身份来的 所以没有用接贵宾之道来对待她 卢迪觉得有必要表明艾莎是她的家人 让外婆能好好对待她 艾莎偷偷瞄了眼外婆那边 外婆默不作声 姑且算是同意了 妹妹这才敢坐了下来 另一边 医生正在诊查 塞尼斯的口腔 眼睛等位置 卢迪认为这不会有什么作用 不过以外婆那个担心的样子 让医生检查一下才好安心吧 母亲她 虽然我为了治好她 试过了各种努力 但始终还没有起色 在偏远的乡下地区 能采取的手段想必也有限吧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卢迪觉得自己要争口气 魔法都市跟米里斯比 医疗水平确实落后一点 但负责塞尼斯病情的 是七大猎强第二位 精通世界上所有技术的龙神 以及三英雄之一的贾龙王 因为七大猎强都已经退居幕后 龙神的名字并没有唬住外婆 但听到贾龙王的名字 她显得非常震惊 可这也是卢迪狐家虎威 在塞尼斯的病情上 贾龙王并没有给她什么帮助 反正大家都认识 就先记个名头呗 话说诺伦现在在做什么 外婆突然切换了话题 她目前在拉诺亚魔法大学就读 由于学业方面十分忙碌 所以让她留在家里 我以为她是个 做事不太懂要领的孩子 有好好在努力吗 是的 她现在是学生会长 站在学生的顶点 卢迪故意说得夸张一点 希望她能够重视诺伦 外婆紧接着询问 诺伦毕业后的打算 有没有婚事 卢迪回复这些都还没决定 外婆用不由分说的语气说 那么毕业后就把她带过来 卢迪觉得这也没什么 诺伦确实该来一次米里斯 但之后的话就让她懵了 在那种穷乡僻壤 也不会有什么满意的对象吧 由我来妥善安排 啥意思 安排婚姻 这种事情不该由诺伦自己决定吗 你在说什么 让家里的女性结婚 也是当家的职责吧 是这样吗 卢迪看了一眼艾莎 她耸了耸肩 仿佛在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个世界 包办婚姻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卢迪这样 让小辈自己做主 反而会被当成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过卢迪希望诺伦能自由地生活 为了应付外婆的质问 她回复 会负责照顾到最后的 我明白了 毕竟你是当家 可要正做点啊 卢迪对这种上下斥责的语气 非常不爽 但事前早就听说了 外婆是个固执古板的人 这都还在接受范围内 只要还能交流 就一定能达成共识 医生对塞尼斯的出诊结束了 他告诉卢迪 塞尼斯的身体 比他听说的年龄要年轻很多 卢迪猜测 这可能是因为诅咒的影响 医生接着询问了一些 塞尼斯平时生活的情况 很有问诊的感觉 卢迪逐一回答 不知道的地方就由艾莎补充 全都完毕后 医生走到外婆身边商量起来 如何 我想只要派一名 负责照顾的女仆 在旁边看着 应该是不成问题 小孩呢 由于有月事 我想应该有办法生育 很好 卢迪感觉很奇怪 外婆这说法 好像打算让母亲再婚 没想到外婆露出了冰冷的视线 以一股强迫 不容分说的意志说道 在米里斯神圣国 女人的价值就在于 有无办法生育 要是不能生孩子 不会被视为人类看待 外婆这是在说什么呢 塞尼斯现在这个情况 还要让她再嫁生孩子 之后外婆还让他们 跟克里夫断交 因为拉托雷亚家 所在的舒基青派 是教皇派的对家 跟教皇的孙子 保持私交 会引来非议 虽然卢迪不打算 支持教皇派 但想继续待在这个家的话 就要遵守这个家的规矩 卢迪认为 这是自己交涉的底线 克里夫是多年的好友 妹妹诺伦也受了她很多照顾 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段缘分 既然外婆要赶人 那今晚到其他地方去过夜吧 卢迪内心一直告诉自己 要冷静 事前已经听说了 外婆是这种固执的人 做好了心理准备 总之别跟她吵起来 现在要慎重地问候她 然后离开这里 把塞尼斯留下 快点离开吧 卢迪的思考停止了 外婆说以后姑且 会让他们踏进家门 但顶多算作外人来客 可卢迪关心的不是这个 她要把塞尼斯留下来做什么 外婆凝视着卢迪 露出了冷漠的眼神说 成了这副德性 自然没有其他选择 就算是这种东西 只要还能生育 至少还有结婚这个用途 卢迪感觉嘴巴很干 视野里好像笼罩着一层 黑色的浓雾 外婆说她会让塞尼斯 跟其他贵族结婚 可能会离婚不少次 但不成问题 仿佛把自己的女儿 当成物品来看待 身体还很健康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卢迪在惹爱丽斯生气之后 总会听到血管爆掉的声音 但基本上会被打昏过去 所以记不太清 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 清楚地听到 自己的血管爆掉的声音 陷入了彻底的愤怒之中 回过神来 她已经牵着塞尼斯的手 走在夕阳下 在宅邸内的事情 已经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她大声怒吼着 平时不会说的话 外婆瞪大了眼睛 女仆们也冒出头来查看情况 卢迪宣告要带母亲回去 然而外婆说不可以 假如塞尼斯还清醒的话 肯定也会这么说 这句话一出 如同火上浇油 难道塞尼斯清醒的话 就会同意 被当成工具般改家吗 愤怒到失去理智的卢迪 打算使用魔术 在听到艾莎大喊 善啊哥哥的声音后 稍微找活了点自我 卢迪打跑了外婆叫来的卫兵 宣布要跟拉脱雷亚家断绝关系 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 现在走在大街上 卢迪还因为刚才的满腔怒火 脑子如天玄地转一般混沌 之前的百般刁难 包括要跟克里夫断了私交 卢迪都能忍受下来 但是塞尼斯不行 要把丧失记忆 生活都没法自理的人 擅自嫁出去当成生育机器 还说什么身体健康 能生小孩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把别人的母亲当成什么了 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什么了 卢迪感觉自己很久 没有这么愤怒了 艾莎露出一副困扰的表情 说没能跟外婆搭好关系呢 确实 为了成立傭兵团 很可能需要掌握了 米里斯国圣殿骑士团的 拉托雷亚家的力量 但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了 要借助那种人的力量 还不如自己单干来得爽快 卢迪反倒向艾莎道歉 不好意思 还带你去了那种地方 傭兵团的事情还需要解决 既然老家这条路走不通 卢迪决定能不能拜托克里夫 将他引荐给教皇派 于是回到了克里夫那边 麻烦他让卢迪等人再住一晚 结束跟祖母的会面之后 学长竟然跟一位陌生的女性 抱在一起 这才刚回老家这出轨 卢迪要怎么向祖母交代啊 我会对艾莉娜丽姐小姐保密的 不对等等 你先等一下 别自己乱下结论 不是你想的那样 原来此人是克里夫曾经照顾的 孤儿院中最年长的孩子温蒂 也是克里夫的儿时玩伴 两人的关系如兄妹一般 克里夫现在雇佣他 来当打理家务的女仆 作为虔诚的米里斯教徒 学长下半身的信誉 可比卢迪要强多了 话说卢迪乌斯怎么了 你们今天不是要在拉脱雷亚家过夜吗 卢迪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看着火大的卢迪 克里夫也皱起了眉头 在米里斯确实有由双亲 决定婚事的习俗 但是让神志不清的人去结婚 也太匪夷所思了 卢迪觉得外婆根本就是 披着人皮的鬼 完全不敢相信这种人 竟然是塞尼斯的母亲 不过我认为克里夫 或许有些混乱 毕竟女儿突然变成那样 这得多混乱才能做出这个决定啊 也没用 既然好友想再住一段时间 那自然会好好招待 而温迪会照顾塞尼斯跟艾莎的起居 这间屋子姑且是教皇派的所有地 初级青派的外婆无法对这里出手 学长希望卢迪能在米里斯多待一段时间 等一个空闲的时间带母亲出去逛逛 也能了解一下这里的状况 卢迪咨询了一下艾莎的意见 艾莎觉得假如确定这里不会被袭击的话 也同意这个提案 刚才外婆没有派追兵过来 应该已经明白了 卢迪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克里夫同意带卢迪去觐见自己的祖父 也就是现任米里斯教教皇 当然能不能争取他成为后盾 就得看卢迪的表现了 麻烦你了 卢迪向学长低下头 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重新打起精神吧 隔天吃完早餐后 艾莎跟塞尼斯负责看家 卢迪跟克里夫则前往了教团总部 米里斯是建筑设计极其发达的城市 不仅仅是贵族区 平民区也装扮得十分漂亮 有很多银色与白色的建筑 显得非常静谧 而这座金碧辉煌的教团总部 却与周围格格不入 在卢迪眼里品位非常糟糕 一股恶臭的铜臭味传递了出来 想必这里面的人 也是一群权力大道 不需要做表面功夫的家伙 可既然要进行政治交涉 就要做好跟黑心政治家谈判的心理准备 卢迪提起了满满的干警 复习自我介绍的演讲词 不料在教皇工作的建筑前 卢迪被拦了下来 不好意思 不能让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入 好像过去因为克里夫是小孩子 所以守卫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地让他进去了 可成人就需要通行许可证 不过克里夫拥有神父的证书 办理临时通行证并不麻烦 克里夫一脸愧疚地 让卢迪在附近先等一下 我知道了 反正我也不急 你就慢慢来吧 目送走入门内的克里夫后 卢迪打算在这片区域逛一逛 他一边反省 应该提早预约跟教皇见面才对 一边走进了教堂花园中 刚好到了春天 有很多美丽的花朵绽放 然后听到了喧闹的声音 快看 樱花盛开耶 是的 非常漂亮呢 神子大人真的与樱花非常适合 呜呼 神子大人总是如此纯真 树立在樱花花瓣中的神子大人 宛如妖精啊 好美哟 你们这是在嘎吹个三小 小卢迪听得都放恶心了 转头望去 那边有一位穿着公主般服装 在翩翩飞落的花瓣中转圈圈的少女 说是少女 但面相大概有20岁左右 五光很漂亮 但是有点发福 手臂跟大腿都有点肥胖 而围着她的是七名穿着蓝色铠甲的男子 不管女性说什么 他们都会赞不绝口 就像是要讨好他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卢迪对他们产生了一股亲切感 或许是因为他们吹捧的样子 就像宅男遇到了女神吧 卢迪前世也是死宅 很懂这种心情 然而几位男子注意到卢迪后 突然展露出了杀气 这批人肌肉精致 一看就是经过了很好的锻炼 绝不是泛泛之辈 至少有剩级以上的水准 卢迪还在犹豫是否要先发制人时 对方就来搭话了 我没见过你呢 是来入教的吗 那名少女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 看着卢迪 根据刚才的杀气 卢迪姑且想试探一下 他们是不是跟人神有关 于是询问他们是否相信神的存在 没想到他们竟然开始发怒 神是存在的 米里斯大人就是神 难道你不相信米里斯大人吗 汉教者 异教徒 只能抓起来烧死了 诶诶诶 是这个走向吗 确实这里是米里斯教团总部 怎么可能会有信仰圣米里斯以外的人呢 卢迪立马道歉 不不好意思 那个 因为我刚好在想事情 所以不小心就脱口说出奇怪的话 请原谅我 然而几位男子的怒气还没消 就算不是异教徒 这人也像神子大人灌输了奇怪的思想 有罪 该判死刑 不不不 先等一下 冷静下来 请先听我说 这要打起来 卢迪不好向克里夫交代啊 等想想办法 平息他们的怒火才行 等等 卢迪听到熟悉的声音 一名微风凛凛的女骑士走了过来 年纪大约在30岁左右 面向霸气稳重 还逮有几分凶狠 队长 有异教徒试图加害神子大人 啊 恶人先告状啊 冤枉啊 我只是在看着樱花而已 女骑士看向了卢迪的脸 定睛一看后 绽放了笑容 卢迪乌斯 是卢迪乌斯吗 他命令骑士们收起手里剑 卢迪是他的外甥 这名女骑士 名叫特雷兹 拉托雷亚 是塞尼斯的妹妹 卢迪的阿姨 她在小说第四卷 卢迪小队第一次抵达 米里斯大陆时 曾经对卢迪百般照顾 并用自己的人脉 送小队三人 上了前往中央大陆的船 被当时的卢迪 称作波霸美人骑士 还曾将他误认为塞尼斯 喊了声母亲大人 阿姨也很喜欢 当时很可爱的卢迪 抱着就是一顿疼爱 而漫画删除了这个人的戏份 希望有机会能补足吧 总之 不仅是他很感动 能再见到卢迪 卢迪也很开心 在这里还有熟人 并向各位骑士道歉 说了奇怪的话 阿姨好像是这群人的队长 他一声令下吼 也没有人敢继续找查 两人开始了一番 多年未见的寒暄 阿姨知道卢迪 已经去过一趟本家 并跟母亲闹了个不快 卢迪则将外婆的计划 告诉了阿姨 阿姨也很奇怪 母亲确实是一个固执的人 但这个再婚计划 实在太离谱了 之后卢迪交代 他跟爱丽丝已经结婚了 阿姨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刚才我听见了爱丽丝这个名字 那个特雷兹 可以让我也参与对话吗 刚才那位身穿公主服的少女 过来搭话 他询问是不是那位 拥有火红色头发的见识 卢迪意识到 这位好像是教团重要人物 于是决定做好礼仪 不好意思 尚未自我介绍 我叫卢迪乌斯格雷拉特 目前正在龙神 奥尔斯蒂德大人的底下工作 剑王爱丽丝格雷拉特 是我的妻子 公主目不转睛地盯着卢迪 卢迪也看着她 她的眼睛没有特别的颜色 应该不是魔眼 但卢迪直觉告诉她 这位公主正在做些什么 很快公主就确认了 卢迪正在龙神手下工作 而龙神拥有会让生物 抱有敌意的诅咒的事实 没错 这位公主就是 米里斯神圣国的杀手锏 拥有独心能力的神子 这位神子跟卢迪 还会有什么交集 外婆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想听更多小马的无知解说 还请各位点个赞 点个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